不见让家里瞬间变高级的居家小物件 看完每件都想要 第五名 不能倒茶水的垃圾桶真的不好用 打包起垃圾滴的到处都是 来看看这款茶水垃圾桶 一边可以扔垃圾 一边可以倒茶水 茶叶倒进去就给过滤了 茶叶渣可以直接倒进旁边垃圾桶 水桶满了还可以单独提走倒掉 家里有茶盘的也可以接进去 用起来更方便 第四名 我家换新扫把了 之前的扫把疏尺很短 刮不干净头发 还要用手扯 这是买的新扫把 疏尺确实更长更浓密 设适用来 刮缠在扫把上的头发很顺畅 再也不用手去扯了 尤其是他整个可以弯曲的扫把头 用来扫这种沙发底缝隙里的垃圾也方便多了 而且还是磁吸卡扣的设计 看着挺高端的 中间夹张纸提起来也不会掉 吸得挺紧 确实一分钱一分货呀 第三名 有了这个小东西 家里的窗帘算是白买了 直接吸附在玻璃上 拉开就能遮光隔热 还能遮挡隐私 不用的时候自带弹力回收 家里有窗户的一定不能错过 第二名 难怪别人家的厨房找不到调料瓶 原来是用了这个旋转调料盘 容量很大 各种调料瓶都能放进去 旋转的设计 拿起调料很方便 打扫台面也很轻松 再也不用为拿橱柜最里面的东西发愁了 第一名 这扫把真的不是智商税 它一点也不黏毛 不飞灰 不像老师的扫把 扫完地头发全缠上了 而且特别适合养宠物的家庭 长度自由调节 床底下的东西也能轻松扫出来 单是地面都能用 浴室洗澡留下的水渍 厨房做饭留下的污水 一刮就全干净 它不留水印 甚至你还能用它擦玻璃和镜